中国游客到日本去吗 在那干嘛呢 抢日本的卫生巾 女士用的卫生巾 好多日本门面上 那店里边卖的这卫生巾 被一抢而空 原来抢过马桶 店里面都抢过好多回了 现在呢把卫生巾 那玩反而体积也不大 最后弄一大箱子 最后我不知道是回国卖啊 还是怎么着 为什么呢 因为最近卫生巾的问题 变成了中国社会的 最热门的一个话题 央视得拉了一个单子 十几种二十几种卫生巾 致癌 要不然呢什么透空减料 特别是这里边用了一些 对人体有严重伤害的一些材料 竟然致癌 我还央视自己写的东西啊 说芯片造不出来 那咱们是高科技的问题 卫生巾你都造不合格 你这是黑了良心丧失的人性啊 你最后这个都弄不出来 最后大伙又都上日本旅游 借这个去抢卫生巾去 当然我看今天这事烧到哪了 烧到妇联 这这是妇女问题 这是妇女卫生 生命健康问题 这么大的事 中国妇联从上到下 亚罗人呢 你算算多少人 每年拨了多少钱 养这帮玩意儿 到现在你一个字都不说 这是妇女的妾身合法权益 这就是中国啊